平原枪声 第四二章 黎明前的战斗 茫茫的黑夜里 一道道的人和从四面八方向县城汇集 最前面是熊啾啾的战士 往后是老乡们组织的单架队 再往后是妇女们的救护队 卫劳队 连各村的儿童团也来了 可不能叫苏金荣跑了 那年他带着黄狗子到暗村去催租 活活把我打了个半死 这一回打开县城 捉住他非姐姐恨不行 一个老头抬着单架 一边走一边愤愤的说道 一个中年人答着说 俺一家老少无口 累死累活一年到头 还吃不上个饱饭 他道俺家还动不动说 是他养活了俺 这次捉住他 我非得问问他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你们嚷嚷什么 暴露了目标 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这是肖家镇单架队的领队赵大爷的声音 人们不吭声了 可是后边又嚷嚷起来 赵大爷挥着手朝后跑去 往后传 原地休息 往后传 原地休息 突然声音像无数个扩音器似的 一个跟一个传向后去 这本是战士们的术语 经老头和妇女们一传 便走了吊儿 可是由于接近县城 气氛过于紧张 所以谁也顾不着笑话谁 先头部队离城 只有两里地了 马英站在一个图港子上望着这座城市 那城墙 城门楼 炮楼的轮廓隐约的出现在眼前 黑乌乌的 死沉沉的 马英掏出怀表 看了看 大小珍并在一起 整整十二点 各中队长已经到齐了 忽然侦察员来报告到 东关的联络站被抄 吼老魁被捉 在十一点多中 并听到北城的断头台上 有鬼子的吼叫声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 没有向群众进行了解 马英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莫不是出了问题吗 要真是那样 那原来的一套计划 不就全部作废了 可是看看城里 那死沉沉的样子 又不像是出了问题 忽然正净之的面影 在他脑里浮现了 他会有办法的 想到这里 他又鼓起了信心 镇江 他转过脸来对赵镇江说 万一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看就使用那两个图坦克 从北城门硬攻 再说城里 绝不会叫敌人一网打进 总能发挥点作用吧 行啊 赵镇江答道 不过图坦克过沟很困难 不要紧 我们工程预备的有长梯子 可以把梯子架在沟上 从梯子上推过去 好 在没发生意外以前 我们还按原计划进行 不过 我想去带突击队 防止意外 原来计划是让王二虎打头阵的 现在情况可能有变化 马英考虑单靠勇显然是不行了 还要有谋 所以同意了赵镇江的意见 立即向各中队长发布命令 第一路 由赵镇江率领二 四中队 首先登城 直插西处 包围耶稣堂里的鬼子 不准跑掉一个敌人 第二路 由王二虎率领一中队 民兵暂编三中队 即一路进城之后 会同郑敬之领导的地下武装 迅速解决警备队的敌人 并增援第一路 第三路 由老孟率领第三中队 解决委县政府 新民会 看守所 以及城里的残余敌人 四个区游击队 各配备轻击关枪一艇 负责封锁东西南北四个城门 捕捉溃散敌人 并配合主攻部队完成夺城任务 接着又宣读了几项战场纪律 便分头行动了 赵振江带着队伍 抬着二十挂长梯子 朝城东北角摸去 摸到护城河边 战士们都一个个静静地 扶在地下 一会儿 马英也摸上来 靠在赵振江的身边 望着城上那个三层炮楼 几点了 赵振江轻声问道 已经到 你看 挂起来了 三层炮楼眼里出现了一盏红灯 像是一颗明亮的星星 不过左右都看不到 只有在城下才看得清 因为那个炮眼的角度是朝下射击的 行动吧 行动 马英命令道 战士们立刻从地下跃起 迅速地爬过沟 把梯子竖在城墙上 赵振江一手踮着枪 一手爬着梯子 飞也似地窜上去 到了城墙岩 一双有力的手把他那左手握住 只听那人轻声说道 你们可来了 随手一拉 把赵振江拽了上去 赵振江认得是肖阳 急忙问道 出了问题了吗 已经解决了 一切可以按原计划行动 说话间 战士们已经爬上来 一踏上这城墙上的砖头 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情 似乎都感到这城市已经是属于自己的了 赵振江让中队长带着二中队先往西处去 他在城上继续招呼着四中队登城 当四中队全部登上城时 北门楼上的敌人首先发觉了 扫过来一梭子枪弹 接着东城门楼上也朝这边打起枪来 火力十分强烈 赵振江留下一个牌配和肖阳掩护 便带着四中队急速朝西处去了 王二虎在这里指挥着第二路人马冒火登城 他倒觉得这样打起来过瘾 不住的高声喊道 同志们 上啊 枪子专找胆小的 一中队全是些打断腿 不知道痛的小伙子 像无数的炮弹 一个个飞上城去 民兵们见了也都壮起胆子跟上来 郑靖之被放回去以后 便偷偷地到了警察局 十二点半的时候 他在院里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那些地下工作人员和动员好反正的警察 纷纷从炕上跳起来 抄起枪喝道 不准动 谁动就要谁的命 我们是八路军 这些毫无战斗经验的警察早已下的傻了眼 缩在被窝里浑身直抖 郑靖之让把他们集中在一个房子里 门口站上岗 对他们交代说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没你们的事 郑靖之又在房上放了两个警介哨 随后便带大家在大门的过道里筑起攻势 把警察局纳挺机关枪架在这里 单等一打响 便把大门开开 冲着对门扫射 这时警备队部的大门还敞得大大的 两个站岗的端着枪在门口胡转油 一会儿 城东北角上便打响了 刘忠正凭着他的经验 一听便知道这是在城墙上战斗 说明八路军进来了 这时一个护兵拿着电话对他说 连队长北门楼电话 他早已知道电话里要讲的是球员护城 他想这对他并不上算 不是去替鬼子卖命吗 现在他考虑的是如何能保存自己的实力 和如何突围了 经验告诉他 只要有枪杆 到哪里都有饭吃 都有官当 所以他没有接电话 却冲着护兵喊道 告诉一中队 叫他们赶快给我往外冲 走南门 刘忠正的一 三中队还算有战斗经验 听到枪声不乱 一呼而便集合起来 刚走到大门 嘎嘎嘎的顺着过道 打进来一梭子机枪 哗啦一声 队伍闪到两旁 中央摆下几具尸体 刘忠正扯着嗓子骂道 他妈的 正胖子 夜里怎么没有把你挑了 接着他赶紧组织队伍往外突 可是对门的机关枪步枪打个布丁 根本没有可能 两个当兵的刚冲到过道口便栽倒了 刘忠正又喊道 炮手呢 给我把他的机枪打掉 轰的一声 炮弹正落在警察局对门过道的顶上 钻了个洞 在里边爆炸了 机枪哑了火 伪军刚冲到过道口 机枪又叫了起来 立时又摆下几条死尸退回来了 刘忠正又喊道 打 话音未落 轰隆隆 轰隆隆 一阵雨点式的手榴弹 从天空中降下来 院子里成了火海 紧接着爹呀妈呀的一阵乱叫 院里便躺满了死尸 剩下的都往屋里便钻 在屋子上往下摔手榴弹的工人由于没有经验 一时高兴 便将一百多个手榴弹摔光了 这时刘忠正听不到手榴弹响 便命令伪军们从防上往外冲 他知道再不冲出去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伪军们一边用机关枪往防上扫射 一边搭起软梯子往防上爬 防上的工人慌了 有的接起砖头瓦块就往下砸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 呼听到身后呼呼呼一阵响 转脸一看视线大队的同志们上来了 王二胡卷着胳膊袖子 抱着机关枪站在房顶上 嘎嘎嘎地冲着院子扫射起来 接着步枪 手枪一起开了火 手榴弹也一束束地扔进去 院子里又是一团团的火球 伪军们吃不住进 叫着喊着缩进屋里 经过连续几次沉重的打击 伪军们死伤大半 已经处于绝境 人心惶惶 斗志涣散 王二胡早已看出敌人沉不住气 一声喊叫 同志们 冲啊 捉俘虏 战士们一听 也顾不着房子高低 扑通扑通地就往院子里乱跳 有的跳在那些受了伤的伪军身上 便引起一声尖利的哭叫 这时又有一个牌从大门里冲了进来 来势猛不可挡 伪军们见大势已去 纷纷从窗里门口把枪扔出来 祈求道 不打了 不打了 我们投降 脚枪 仅仅15分钟 便胜利的解决了战斗 一群群的俘虏从大门里压出来 郑静之站在门口 见有个俘虏穿着一套很不合身的军服 把军帽压得滴滴的 夹在一群俘虏中间低着头朝外走 带他走到跟前 郑静之把他的军帽往他脑后一推说 这不是连队长吗 战士们听见都围了过来 像是乔西洋警似的 有的便稀落他道 你的东阳刀哪里去了 卖给切西瓜的了 爱 多可怜 养老子也不来看看孩子 刘忠正低着头 合着眼 满脸的肉绷的紧紧的 一句话也不说 他知道只要他说出一个不字 就会遭到一顿无情的拳脚 这时王二胡走到他面前 大笑着说 哈哈 刘忠正 这回你该认输了吧 刘忠正摇了摇头 像是不服气 硬冲英雄的说 是我中了你们的诡计 不对 王二胡做了个手势 故作斯文的说 是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懂这个 郑静之说道 王二胡向战士们一挥手 把他带走 一个战士提着刺刀 上前把刘忠正推了个亮枪 留下一个牌打扫战场 王二胡带着其余的人 增援赵镇将去了 郑静之走进院子 查看战士们打扫战场 忽见一个穿一身便衣的人 正从一个墙角往上爬 胳膊已经挂上墙头了 他立刻喝道 站住 站住 那人听的是郑静之声音 慌了 回手一枪 郑静之一低头 把帽子打飞了 他随手还了一枪 那人便从墙上摔下来 郑静之过去把那人翻起一看 正是引麻子 已经被打死了 郑静之还不解恨 照他的脑袋又补了三枪 这时 老孟带着三中队 已将违宪政府 新民会 看守所的敌人一扫而光了 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 也已放了出来 可是没有抓着苏金融 他就直奔苏金融的公馆去 老孟以前跟苏金融赶车 露鼠 一煞时便摸到了 战士们迅速上房压了顶 老孟第一个跳进院子 进了苏金融住的屋子 一看 苏金融不在 他老婆在炕上团成个蛋儿 老孟拿枪对着他喝道 苏金融上哪去了 后 后 后 这女人只说出一个后字 下边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老孟想起苏金融 以前也曾弄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住在后院 是直奔后院去 原来这一夜 苏金融趁中村审讯正进之之际 把红牡丹弄来睡觉 正睡得香甜 呼听得四处枪响 便晕头转向 不知道东南西北 和红牡丹一起钻进抗洞子里 过了一会 脑子略略清醒了 知道藏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 忽然又听到院子里老孟说话 把腿便往后门跑去 红牡丹见苏金融一跑 脑子也清醒了 忙从抗洞里往外爬 就在这时 老孟猛颠着枪闯进来 红牡丹吓得一下子缩了回去 老孟听得抗洞里有响动 上前一瞧是红牡丹 便揪着他那烫发头拖出来 这时红牡丹一见是老孟 一边磕头 一边瞎叫起来 孟太军 孟司令 孟官长 8 老孟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再往抗洞里一瞧 没有苏金融 他便立刻窜出来 忽见后门大场着 便料定苏金融是从后门跑了 他出后门 正巧看见苏金融拐进一个胡同 于是迅速向前追去 为了想捉活的 老孟一直没有开枪 苏金融知道后面追来的是老孟 心里一慌 摔了个筋斗 当他爬起来再跑 便缩短了两人的距离 老孟更鼓足进而往前追 苏金融听得脚步已近 回头一看 只见老孟一个人 便撞起胆子 开了一枪 正打在老孟的前胸 见老孟栽倒了 他又把腿向前跑去 这时马英已将北门东门拿下 正带着一队民兵去取南门 刚好从这里经过 老孟用手指着 喊道 苏金融 他 马英把手一挥 民兵们都朝前追去了 他赶紧双手抱起老孟 但见他脸色惨白 两眼紧闭 贴胸一听 心脏还在跳动 马英大声喊道 赶快抬走抢救 民兵们由于并不熟识城里的触道 又缺少战斗经验 追了一阵子便不见苏金融了 原来苏金融乘机闪进一个小胡同 他见墙角躺着一个牺牲了的民兵 便集中生智 把那民兵的手筋解下来包在自己的头上 又换上那民兵的衣裳 细上腰带 化妆成了民兵的模样 他放大胆子跑出胡同和民兵们混在一起 一边叫喊着苏金融出南门了 出南门了 民兵都是各村的人凑起来的 相互不熟悉 天又黑 也弄不清楚 这时离南门已近 一起都向南门涌去 城门上的游击队忙道 什么事 大家祈祷 苏金融从南门跑了 游击队也弄不清 便跟民兵们一起往外追 苏金融便乘此机会溜掉了 再说赵镇将带领第一路人马 战斗打响的时候 已经来到西处口 小顺带着十几个人 同时也在耶稣堂背后的一所房子里打起来 那中村果然不敢出来 只派了一个搬出来搜索 刚出门 便被二中队猛烈的炮火顶回去 随后又将耶稣堂团团围住 中村慌忙向刘忠正摇电话 可是电话只响 却没有人接 接着那里便传来猛烈的炮火声 中村知道不好 又急忙向恒水拍电报告急 请求救兵 同时命令鬼子坚决守住耶稣堂 空中立刻升起几个照明弹 把这耶稣堂的周围照得清清楚楚 耶稣堂四周的房子早被拆光了 架着铁丝网 墙上都挖有枪眼 鬼子沉着地用机枪步枪向外射击 那门小钢炮也在院子里吼叫着助威 赵镇将一面命令炮手往院子里打炮 一面命令大家瞄准敌人的枪眼射击 杀伤敌人 因为鬼子的枪打得较准 要是这时硬冲 必将造成大量的伤亡 所以双方就这样相置着 一会儿 王二虎带着队伍来了 当他了解了这情况后 便不在乎的对赵镇将说 在剑里都把中村打垮了 在这里就不行 难道说中村比以前长硬时了 同志 你怎么不分地点条件呢 赵镇将不以为然的反驳道 那时敌人被逼在一个坑里 现在却有围墙 铁丝网 那天夜里伸手不见五指 今天夜里却比白天还亮 那也得想个法子 老这样等着 一会就天明了 王二虎这话提醒了赵镇将 他忽然想到那图坦克 便对二虎说 你到北门外把图坦克弄来 这才对嘛 王二虎笑着走了 中村见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还没有听到援兵的动静 又急忙往衡水拍了一份电报 接到回电说已经出动了 他又鼓励鬼子说 大批援兵就要开道 要他们奋勇抵抗 其实衡水这时也很吃紧 到本厅说中村求救 便派出两汽车鬼子 谁知出城不到十里 就中了分区部队的埋伏 给打回去了 赵镇将呼听身后轰隆隆一阵响 回头一看 是王二虎把图坦克推来了 图坦克是用厚柳木板做的 长方形 有两个方桌那么大 外面用铁丝绑着五层尸被子 下面安着四个牛车轮子 地雷装在前面 有四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在里面推着 这玩意一共加起来有千把金 所以走起来轰隆隆的 倒是十分威武 赵镇将把图坦克检查了一遍 立刻命轻重机枪一起掩护 弹剑一层火网盖过去 只打得砖瓦飞扬 鬼子无还手之力 图坦克便乘机朝 耶稣堂的大门直冲过去 这耶稣堂大门口的路平时本是走汽车用的 所以修得又平又光 不大一会那图坦克便冲到大门口 战士们迅速把地雷取出来 埋在大门根 又推着图坦克回来了 他们刚回来 轰的一声 地雷爆炸了 耶稣堂的门楼崩塌了 门扇不见了 赵镇将把匣子枪一举 同志们冲啊 冲啊 沙哑 战士们端着刺刀冲进去 枪声不响了 人也不喊了 满院子只听得呼吱呼吱的声音 双方展开了肉搏战 鬼子一个一个的倒下了 那些新鬼子兵把枪一扔 蹲在地下就哭了起来 县兵队长小野换了一身便衣 正准备逃走 被王二虎一把揪住 也乖乖的当了俘虏 只是没有发现中村 大家见耶稣堂大厅的门关的紧紧的 料定在那里边 便朝里打起枪来 赵镇将上前一脚把门踢开 只见中村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 肚子切开了 长子留了一地 那把镶着三个金星的东洋刀 还紧紧的攥着 原来这家伙已自杀了 黎明 全城战斗胜利结束 枪声叮止了 可是似乎比战斗中还要忙乱 大处上的人们跑来跑去 川流不息 压俘虏的 捉汉奸的 抬彩号的 清理战利品的 不住的有人追在马英的身后请示报告 马英走到委县政府门前 对之前工作队的王瑞生说 指挥部临时在这里办公 请你写张条子给贴上 大队长 你评评理 马英猛听的有人叫他 抬头一看 是云秀拖着之前工作队管粮食的陈宝义来了 没等马英发问 就听到云秀气呼呼的说道 我们把彩号包扎完了 自动帮助他们去运粮 他竟不让 说我们女 大队长 我是怕他们一来 弄乱了 陈宝义 没等云秀说完就抢着道 马英一挥手 打断他的话 你们干部该做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组织管理吗 陈宝义无话可说 转身就走了 云秀也忙跟着跑去 马英刚一转脸 就见郑敬之和肖阳一起过来了 他忙迎上去 便紧紧地拥抱起来 马英第一句话便问道 老侯大爷他 他英勇地牺牲了 郑敬之特别加上英勇两个字 并且说得十分沉重 肖阳接着道 他死前曾对我说 要求批准他为共产党员 他真够得上是个好党员 是啊 马英说 我同意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不过县委会要讨论一下 马大娘 郑敬之忽然惊叫道 怎么 你让大娘也来了 我娘参加工作了 马英笑着说 郑敬之和肖阳听了 忙抢先迎过去 马大娘拍了拍他两人的肩膀 笑着说 还是以前那样子 没有变 你们可不容易呀 马大娘忽然发现了马英 便一把抓住他问道 孩子 苏金融给打死了没有 他跑了 跑了 马大娘惊疑地说道 你怎么让他跑了 一种仇恨和愤怒的表情 在他的脸上掠过 跑了 这坏蛋 跑了 他沉重得难难道 马英直立在马大娘面前 这是杜萍 健美 小李 玉田等许许多多同志 和相亲的面影 以及父亲 姐姐的模糊的影子 似乎都一个个地 在他眼前出现了 但他随即又想到 眼下急需进行的许多工作 首先是需要和李朝东取得联系 他上前抓住马大娘的手 带着显然有些激动的声音说道 跑不了 娘 他跑不了的 我会记住他欠下的我们的账的 大娘 放心吧 我们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郑靖之也在一旁说道 马大娘望着他们 慢慢地点了点头 今天的胜利已经给了他这样的确信 他又怎么会不信儿子和同志们的话呢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春天的阳光带着无限的暖意 赵林在这解放了的县城上空 赵林在历尽灾难 如今是为胜利而忙碌着的欢腾的人们 马大娘望着站在他面前的 在战斗中锻炼的更其坚强和成熟了的儿子 望着周围这些年来和乡亲们一同饱受艰辛的同志 望着沸腾着胜利的大处 有些心酸 然而又是充满了欢乐和激动的眼泪 晾满了他的眼睛